昨天我们夜宿立法院 我们就是优先递案 然后就是要让今天的议事来进行 结果9点到进入议场的时候 国民党的委员珊珊来迟 我们问他说 你今天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他们的讲法是说 今天因为高雄的一场大火 所以他们也不方便 有针对苏院长 有太过激的一个行动 所以他们今天改变议事的策略 在立法院今天本来有150几个 立法委员跟行政院还有考试院 提出来的一些法案 本来今天要顾委列委报告事项 国民党今天是逐案逐案的要求退回 到最后如果是要表决的话 一案要表决四次 所以一案一案表决 我们就让他给退回了 那这个中间里面发生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今天根本就是来闹的 他也不是说针对苏贞昌 要对他反视 他如果真的是要强力的去 整个监督苏贞昌的话 可以透过咨询的一个方式 让他上台 结果今天完全不是 今天在整个议场里面 他就逐案要求表决 然后提解散的一个动议 然后表决输了以后 他又因为气氛比较紧张 那游院长就跟他说 那先休息 然后国民党就冲上去说 怎么可以休息 我们要继续开会 话全部他们在讲 国民党其实从这一阵子里面 在整个院会里面的一个举动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要瘫痪整个国会 他就是借着希望说 立法跟行政之间 把他给瘫痪掉了以后 让这个政府没有办法去运作 方腔走板 本来是说提解散动议 然后让行政首长 全部去处理这场的火灾 然后事后又要讲说 现在休息时间是不可以的 本来是要让国会议员 全部回到高雄去 然后又讲说我们主观要来表决 要表决到下午 那到底他的争议是什么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要来乱 乱到现在 我相信国人同胞看了 觉得一直摇头 大家每天你拧着薪水 然后你不做事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 就把整个书面的报告 全部把他给撕碎掉 就全部就往天空这样一撒 哪有立法委员这么好当的 你有法案 你自己中国国民党提出来的法案 你说要求退回 这个叫好奇怪 在立法院里面 好不容易一个政党提出的法案 大家可以互相来合作 提出来以后 自己提出来的法案 自己今天在国会里面说退回 我们国民党自己的法案 我们都不要 哪有这样的一个政党 莫名其妙 所以今天是欢喜欢斗 一下说要开会 一下要说要散会 然后又说什么散会 要去救救高雄 这是在消费高雄吗 所以莫名其妙 大家对高雄这场大火 大家都非常的一个关心 你如果说你今天要把优商法案排进来 我相信其他的政党也都愿意 那你今天是你中国国民党 你们自己也提出了法案 你提出了法案 其他的政党也乐观其成 大家一起来审 他现在不是 他国民党提出来的法案 是说你不要给我排进去 我现在连审都不要审 我就是要把你贪问就对了 哪有我们的国会 今天已经堕落到说 政党的怠惰 连自己的立法委员 还有自己的党团提出来的法案 要列为报告案了 可以直接来误委了 甚至有些法案 他们反而中国国民党要求说 可以净副恶毒 来加速让法案通过 结果今天的做法是说 不行不要把我列进去 我中国国民党的法案 我今天全部都不要 哪有这样的一个政党 结果中间的过程里面 主席喊说先休息 结果他冲上去说 不行要继续开 前面刚表决完一个上会的 一个动议要求不要开 然后主席说休息 你又跟主席说不行 我们要继续开 你看现在看到的镜头 就是这样子 一窝蜂冲上去了 你看不出中国国民党 你到底想要什么 要意识抗争 要强力的监督这个政府 我们都表示欢迎 社会大众也乐观基层 可是重点是你就是闹 然后你讲的理由是 一分钟前讲的理由 跟一分钟后讲的理由 是完全相反 你让整个国会就瘫痪掉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是一个理性的 一个在野党该有的作为 诉求就是自我矛盾 也可以说是无理取闹 那我们也注意到 今天国民党也有带一些群众 去这个立法院外 委员是不是有注意到 他们是要冲立法院吗 中国国民党 他到底想些什么不知道 他想希望用理应外合的方式 但是如果单纯是 他们自己的群众的话 发生任何的暴力事件 中国国民党自己要去负责 可是这种理应外合 你会发现 现在只是他们的群众而已 但是我们很担心的是到最后 如果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以后往哪一天涉及到 国家主权或者两岸争议的时候 万一中国国民党也去跟外力 来做理应外合的话 你都不要去觉得不可能 以今天他在做 他在国会将了一个作为 欢喜欢抖 行政部门都不能给我开会 解散 全部立法委员 全部回到你的选区去 然后主席说休息 你说不行 我中国国民党要继续开会 他要的其实只是瘫痪你 他只是要让你要一直乱 乱到就让你这个政府没办法运作 让这个国会让人民给透气掉 可是重点是说 中国国民党要所有的政党 跟他一起陪葬 我相信民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 你要乱 你不要给我领薪水 哪有这种国会议员 每天就这样闹就有薪水可以领的 这个莫名其妙 自己提的法案 自己要求要进步二读的法案 其他政党同意你 也认为那个该列为比较优先的法案 结果呢 他就告诉你说不能审 全部给我退回掉 哪有这样的一个政党 不讲道理啊